我们记得的话应该到明年就是 就40年了 对的 你不说我还忘了 1984年代 他生命力为什么能延续这么长时间 我相信他对于很多的文化创意的公司而言 应该是生命力非常非常强了吧 如果你从一个文化创意团队来讲 确实我们是有一点难理解的 我们真的没有在计算那些东西 就是我并没有低头 像所谓的市场低头 那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而且怎么去做都很难说 我们是一种开阔的比较随性的来自他 他不是那种好像拿了个鞭子说 今年业绩要做到多少 那照理说一个管理者必须这样 他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所谓管理这边 从来不给我这边创作这边的压力 这个是可能很少公司可以做到这样 您会羡慕电影拥有的那种 巨大的影响力和海量的受众吗 我会观察电影这样子一种巨大的 然后我可能到了我这年龄 我比较清楚就是我不会被这种东西冲走 这个时代就是很现实 所以此刻 我们在拍摄的此刻 大家每天在弹的就是狂飙 但是我瞄到一下 我相信他非常好 但是等你播出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已经没有人在谈 甚至狂飙 什么 但这是残酷的现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多少东西会被留下来 你说巨大的影响力 我也在看什么叫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流量叫影响力 我觉得流量不等于影响力 流量只是流量而已 你只是说你卖了多少碗面而已 那这些面有产生多少的内涵 这个可能不多 不一定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我一直在说我们做小众 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 这个有几亿人在看这个东西 但是有可能几百万个人 看完了他们的反应的强度 是远远超过那几亿人 加起来的所有的反应 那你这怎么算 现在没有这些数据可以算 而且要诚意时间 对 对 所谓的每一个 你能看到非常成功的CEO 创始人身上 都有一个 你完全用数据或者理智 是解释不了的一个因素在 那就是它最独特的地方 对 创新啊 他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也不能完全 听用户和消费者的 亨利福特的说 如果你去街上问 大家想要什么 他们会告诉你 我想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 而不是我想要一辆汽车 导演和制作人的故事 是一道经典的边界面体 一边是创作 一边是经营 两者配合得好坏 既关系到作品的质量 又关系到组织的生存 一部剧 他要做到够好 这个责任是在 创作团队身上 就是在赖声川老师身上 还是在你身上 制作团队身上 他是一个核心 如果他在60%到65%的话 我们在40%到35%这样子 派房和市场本身会束缚你吗 不会 所以人家研究我们 也就在看这一点 就是会束缚丁老师是吧 当然会有一些 那好比说我举个 蛮好笑的一个例子 就是宝岛一村 在创作的初期 当我说了 这个戏可以做 那么这个丁太祖就说 多少演员 我说少不了很多 至少24个我认为 当时我又跟赖老师本人说 我说你人可不可以少一点 越精简越好 这座人提出来学球是吧 赖老师说 这个最少要20几个演员 我一听就昏了 就懵了 他们回去开会 然后结果就是 能不能12个 刚才讲能不能7个演员 他说这绝对不可能 当时我也知道做不到 后来 我说16个好不好 就这样讨价还价 然后他们也知道 他们不能限制我 最后还是20几个演员 有一个点 我不会去预约的 因为我知道 那个东西是必须保护住的 要不然的话 你就很难有好的东西出现 那宝岛一村这么大的戏 对我们来讲 就有制作成本的压力 谁也不敢讲 他是不是出来就一定成功 对不对 几乎要卖到九成以上 当年才能打平 还有人认为我们太厉害 在金融风暴 居然推出一个爆款 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真的没有人知道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就是如果这个戏不成的话 可能这个公司 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是吗 就下一个制作 就会变得很小 可能倒不至于公司会 那个解体 这个倒不会 我们这样的行业 其实最重要 还是在你的创造能力 对 所以对我而言 这个东西是比什么都重要 首要的是保障 创作能力的长青 是吗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确实某一方面 我们因为拥有了 赖老师这样子 一个创意人 所以可能我们也有一种安全感 知道 就是在坏的年代 可能我们还是可以找到 突破的口 这样子 到现在为止就是 这个团队还是坚持说 每年要有一个原创的剧本出来 我们现在还是 现在赖老师跟我妹妹 还是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作品 对 对 这也都记得了 那这也都记得了 还没关系 这也都记得了 你放心一点 我妈跟我说了 每一颗蒜 每一根葱 都得切得完美 每一碗面都要做得完美 才能对得起你们大家嘛 好好 完美 完美 多吉 多吉 进来吃碗面吧 不用了 谢谢你 吃吧 我今天听你唱了好久了 这多吉有点无果 来 我请你吃 真的不客气 谢谢你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没有 表演工作坊 它本身 如果我们介绍完 您的一些经典的作品 比如像《如梦之梦》 有二十多年的这样的历史 《二脸桃花》原生更长 就是三十五六年了 就您作为创作者本人 会意识到 他们有这么长的生命力 可以穿越这么长的时间吗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内心有没有期望 当然有 没有人会想做个戏 就是演两场就没了 我记得很清楚 宝岛一春排到快要演出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说 她也就是我的制作人 我说这个戏会好 那这个戏会好 有没有翻译成票房 这个我们都没办法说 我们这个行业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好不一定翻译成钱 票房 对 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 照理说 任何东西你做得好 它就应该比较值钱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 我也做过一些 我觉得我比较 比较随意做的戏 然后哇 票房疯狂 对 那我也会很沮丧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用百分之百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 《如梦之梦》演了22年了 《暗年桃园》演了30多年 至少没有人觉得这些戏是很古老的东西 很古板的东西 我们等于触动到了观众心中的一些议题吧 可能是在一些生命的一些意义上 这些东西可能它历久不衰 可能是有点这个道理吧 但全世界也没有多少这样的专属剧场 在欧洲有一些这样子 比方说彼得布鲁克 他也有自己的专属剧场 沙士比亚的时代 沙士比亚是有他的专属剧场 他是剧场老板 他是剧场的老板 同时是编剧 对对也是个编剧 我们就有一种梦想 觉得有一天是有个自己的地方 我们从买票一路到整个的 是一个一体的作业 上剧场就是完全走商业路线吗 现在我们是的 你应该讲说是靠票房在支持 就是票房和出租场地 我们自己的剧可以到各地去巡演 所以我们是靠着巡演 还有就是自己的票房 加上出租支持自己 30年下来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考验 还在不断地演 作为一个文化创意的组织 我相信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步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所有的行业都一样 是你的核心产品可能性有多高 如果核心产品够好 或者是说有一定的能量 那么它在 就算在危机里面 它会受点损害 但它还是有它的能量可以出现 像这次的疫情 就是当我面对很大的困境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底线是什么 我的底线能不能维持 底线能维持 我能不能做 底线是不能承受的时候 我也没有变化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 所以每次在这种情况之下 都能让我可以突破 二年的底线是什么 我当时就想 我还能够停演 完全这样停滞 然后我可以发大家工资 我能够拖多久 测算一下 测算一下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那你算到 就说不行 不行的时候 你能怎么去思考怎么做 最坏的情况 可以支撑多少年 不过二二年是 几乎可以讲是 让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不仅仅是过上海 我还要过台北 那么过去曾经过是这样的 一年台北好 一年是上海好 所以两边都维持住 再到了二二年的时候 都出问题 两边都出问题 我们一直有一个祠堂 这个祠堂是 过去是可以津贴不同的时期 忽然间发觉 只有出没有进的时候 你就会紧张 它这么高成本的制作 因为您要负责商业 它不可以像电影那样的 大家来投资 有收益 我们可以分享一部分收益 如果赔了 那就赔了 不可以这样是吗 有一阵子 很多人都要来跟我们谈投资 我一听 那讲起来都是 后来我就 我们那时候是很谨慎的 我们知道 你要投资我 你就是希望有回收 那么没有这个回收 我也不好意思 那我也不能骗你 我真的告诉你 没有这么大的回收的 我觉得很多真正的投资方 他所想象的那个回收 跟剧场的规模 是可能是有落差的 因为 因为不是 就是不是人家 这个行业就不是大家 所以为的那样子 你懂我意思 我常觉得我们是一个 很有趣的行业 很多人不完全理解 但它真的是一个 有影响力的小动文化 就仅此而已 所以你们是没有融过资的 是吧 没有 就也没有借过钱这样 没有 银行贷款什么之类的 没有 我们没有银行贷款 如果现在我们是那种状况 可能我们真的 在这一两年就是会垮掉 如果是完全是靠杠杠来做的话 是危险的 是不是一个创作型的 文化创意型的公司 要赚很多钱 不太现实 但它要破产也挺难的是吗 我们很专注于自己的行业 我自己有一种感觉 觉得很多行业会破产 跟它后来没有再专注于 自己的本业是有点关联 就是说它想的太多了 它想的太大了 很多时候可能本业还是可以的 可以生存的 但是因为其他东西是连累的 我这么觉得 可能我也太天真了 不一定 这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能不能给个菜单 根儿没有 蔡允章安 他不该没选择 有选择 慢慢吃吧 说什么呀 他就在这边一起 没听不过 就是什么呀 我找到费 那边 上 真的